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但是我这里面认识的人可能都是很少 因为我玩这个hater不多嘛 今天呢我不知道这上面下面的人能不能听到 因为这里跌得别远 你还像我这要是我那一打开知道吗 你这立刻就1234就拍出来 这个没人 刚才这个新闻下面的话 因为有几个人的话 还是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 为了争辩这个叫什么素质嫩 素质论 素质论 对对对 他们认定的就是我们这属于素质嫩 应该讲呢 观点上绝对不一样 我是极有益人士 旁边我们张建呢 张建大哥呢他是左翼 很显然是左翼 我们两个政治理念从来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但我觉得可以再一块聊 另外也是正好 他胳膊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 这个样子 极了不能打人 极了他打不过我了 所以我敢跟他聊 就说这个事 要不然的话 就跟我叉架 我是在这上面 现在是试过 就想把这个有些话呢 把它说明白 我觉得不用如名话 如果我是那种很失实物的那种人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今天跑出来 没必要什么遭那个罪 完了之后他们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在新疆主党 这是一般人不敢干的事 我干了 你知道 我如果很失实物的话 人家说那个话 就是打倒中国共产党 然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 中国的传统是伟大的 中国过去就非常的光辉 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 早就民主了 因为这些话我说的话 那就我有政治资本 将来对于我了 如果万一从政 万一共产党 咔什么时候真垮台了 我又拿着我的政治资本 你看 我颠覆国家政权罪出来 是吧 拿给你看 但是我不觉得是这样 对于我来说 从来不是失误 如果可以的话 就说真好 就这么简单 我不是你们讲的那种素质呢 我知道有很多 但是我呢 对中国文化认为是一件劣质文化 而且是不一般的劣质 劣质文化和劣质文化有不同啊 有高低差距 同样是劣质文化 但是出来结果未必是一样 有很多地方有劣质文化 大个地方 你说德国 德国重新出现过 纳赤 是吧 他也不能说是一个很优质的文化 但是 德国的劣质文化 和中国的劣质文化 它有不同的程度上也 它仍然能走向一个正常社会 中国的劣质文化来自于哪里 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性的价值观体系 就我看来 这种东西 你想移植出来一个 民主的自由的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移植到中国 它是不可能 是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 你说怎么移植 是生硬的移植呢 还是这个 不管哪种方式移植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的思想里面认为 中国的这些东西可以全盘都不要 没事 你中国的 是 你可以保留什么 比如说赤脚子啊 写过年啊 写这些都可以 也是文化 也是文化 你都可以 你也在想穿点这么长衣大化 民俗文化 对对 你想要把那个建筑物 再修成那个大长王室 那个样 可以 那也是你自由 现在有两个人了 它不影响什么呀 它不影响政治 它不影响政治 但是你干嘛要弄它 没有必要 它不是这个高层建筑 不是属于政治建筑 这个 这种东西 是吧 跟我们真正影响我们的是 就是有那么几种 前面写了一个东西 结果有很多人在上面发生 真的真的包括骂人 包括骂人 当然他的那个 有的是很理性的骂人 这都当然都可以 我当时写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呢 中国 下聊 很多中国人 对对对 你先聊先聊先聊 中国人 当然我真的对很多人 会肯定我说是数字 中国人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认定 都或者都知道 中国人数字上面 这是所有中国人 不管是哪种中国人 他其实他都知道 他有的时候会闲下来 我就跟很多中国人 他私下里会说 哎呀那个中国人你看 又大声说话 或者是或者是等等 这只表象了一样 还有就是那个 在泰国那个免税店里面 建成大虾 封了墙 拿量产的这样产回去吃 是吧 人家会说 哎呀这个是中国人素质上 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会这样说 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同 可以 矛盾的是什么呀 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人素质低 但是有一点 都不认为自己素质低 也就是说这个素质低 是其他中国人有关 跟自己没关系 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呢 第二个说什么呀 中国历史上 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 都是专制王朝 都专制 是吧 但是中国人不认定 专制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都在讲这个历史主线 那所有的历史都是专制的 那么它的它的相似处 不就是专制吗 这是最基本的看待事物的一个方法 对吧 既然历史上都是专制 那么你说看衣服 唐朝的人穿衣服 跟宋朝的人都一样 宋朝的人跟明朝的人穿衣服一样 清朝的人跟今天的人穿衣也不一样 这些都不一样 对吧 不一样 但是你不能从那不一样里面说 我们硬要找的都是中国人 你现在没办法证明 因为从我们现在科学研究的话认定 越是往以前推的中国人 他们更接近欧洲人的血浪 可能是高鼻子 白皮肤 闹身胡子 你说东南素质上 你说是现在素质上还是历史 历史也是这样 就看鲁迅的文章里面 你发现他上面写的那些人 不管这阿Q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基本上都在今天的中国生活 也是华人当中也是生活的这些人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我就是个人认为 那既然鲁迅写的那个时代 不是共产党统治时代 说明共产党今天统治时代出现的这些人 他和那个时代出现的人是一样的 他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我们看那个照片 我有呢配了几个照片 清朝 清大清朝的时候 同志典间拍的照片 然后到这个文革时期有拍的照片 就是集体照的那些人 包括那个什么几个照片 包括今天的那些中国人 去游玩的游客他们 那些中国人他的样子 比如说鲁迅是个王八蛋的人 对对 鲁迅是王八蛋 没事 但是他非常敏锐地 抓到了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就是中国人叫做 他就像是一个照相机 他咔嚓给中国人照了个很像的像 别人一看就是中国人 那么为什么一看就是中国人 因为今天的中国人看到这个之后 还很会心的就知道 这就是中国人 他没有画错呀 他画的像很像 就像我把他打个比方画 我给你画个米老鼠 人家不说是张健的 我画了一个像很像张健 人家说就是画张健的 那就说明他画的准确 对吧 这就是最基本的事 他是不是王八蛋 我不知道 但他描述准确 非常的精确 说明了一件事 他那种事情可以在今天引发顾名 说明什么 他那个时代看到的人 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也有第三个呢 当时我第三个说的是什么 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认为中国这个社会呢 他也需要人权 需要自由 需要平等 需要民主 等等 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不认为我们家 比如说 他要是一个小家庭 有老婆 有孩子 有小 等等之类的 形成一个家庭 要不要在自己的家里面 也是民主的平等的 神权的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要不要在自己家里面 几乎百分之百都说不需要 绝对不需要 我们家是很传统的家庭 是这么这么的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 我就说这最基本的现象 但是有人跟我讲 你必须要统计数据 你才可以说这些话 我说OK 我只是统计数据 我就从你开始吧 那么我就问你这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 中国人都认为中国人素质低 这种现象有还是没有 应该讲肯定是有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 你说认为中国人都认为自己 不认为自己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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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想 什么事要百分之一百 一定不准确了 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 认识到自己的过程 比如说我自己以前 在北京郊区生活的时候 回到北京 坐地铁坐公车 我还平时在学校里 跟同学说话 他们以前不熟悉 不说我 一熟悉了说 川剑你 你是不是改变一下 怎么了 你说话声音太大了 我说是吗 后来有一个生活环境 后来我发现 在北京郊区的时候 大家的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 农村嘛 有时候东样喊黑样 二十二过来 就是一桑桑就过来了 你知道吧 但你说这是文明和不文明呢 但是我们这生意 你要去非洲 就是蒙古草原 那又不算什么 远处一个湖 湖上 在伊犁的脚下那帮牧民 一声边响 生活环境问题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说你 你知道周围人群很多的时候 或者说在一个安静怀 你还故意的搞这个 或者说你明明生意上 你还不搞别人的感受 那这个就是文明和不文明 就你这明明的环境 环境不同 和问题是等我在北京说话 声音小 我又回到了这个法国 法国生活 我在地区里也是 当我说法语俗信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说话 声音小点 因为法国在地区里学教 因为安静工作很累了 打不工作下去 还有一方人安静咱人看书 法国每一个人看一百多本书 一年 就是说我这声音比 比声音也接近了 就算缴了吧 在法国还算大 因为法语两个人 你看吵架吵吵的 声音就小了 泰国很安静 对 泰国我也发现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 说话声音不完全判断 在于它生活环境 但是关键在于就是说 我们要说要尊重人权嘛 就是说当你在行使自己自由的时候 你不能侵害到别人自由 这是现在能成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那我想 不影响别人自由 对啊 当这个别人 他又侵害到一圈人的自由的时候 他就会被多数人可以信 可以信 但是 他家里打老婆孩子 你这个说 我们说 现在我们说 现在我说的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 在北京郊区呢 我一般的老年人啊 包括父母啊 都说 您怎么样 您觉得好吗 您觉得 都一定用过您 对对对 但是呢 在北京的时候 我发现我这些同学跟他爸爸 父母啊 哎 所以你干的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帮我拿一个什么 就这样很自然 他的父母也是很自然 后来我听得非常别扭 我说你这家一点文明 一点文明都没有啊 对不对 对 一点文明程度都不够啊 后来呢 我就突然发现这还不是 就是他的 我也问过他爸爸 我不是了解同学了 我说他老干嘛不 你看我跟您老 您是姑娘的啊 他这怎么就是老 你你的 这样不文明 他说 从小的 他说我培养他的时候 当然我们回去 他是长辈也得您来 您来 这个才对呢 半天有人都歪着头看着 是吗 这下就是 有些人呢 然后就是 他爸爸说 就从小不让他就是 我把他当成哥们 就当成一个就是对等的 他父母跟他女儿也当成对等的 对对西方家庭去交流 他这还不是西方家庭 我说在北京 知道知道 但是在1980年 这很不容易 就是说他们那种环境里呢 就是说他有对等的 所以说我关上很多家庭 只要用你的时候 就对等了 这个词语啊 这表达您 你说哎 这对他亲爸 我说您怎么样 对对对 这就是有一种平等 您就上去了 对对 明白吗 西方的语境当中呢 也没有您这个概念 有 有的地方没有 英文什么样 英文就用 法语 不是 这英文老一点的有敬语 就是你见着公爵伯爵的时候 你上你那不可能 就是有一个敬语 现在不用了 因为民主自由那么久了 那说明他是一种先进 在法国呢 今天依然还保留着您 你看他说英语也有 也有 就是您 所以这语言系统的变化 你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平等的关系 那时候中国还没民主自由 但是你一定能改革开放 就是说 大家也在谈讨这个家庭的教育方面 对 你怎么样 就是最基本的 你不是以上压下 对对对 最基本的是呢 你在自己的家里面 不要民主 你要求整个中国民主 你在自己家里不讲人权 完了中 你要整个中国讲人权 这个东西是很拧的 我的确是以这个为家庭单位 但是更多的家庭呢 还是维持着传统状态 但是传统状态 我为什么不说一无是处呢 就是小时候我也很好很皮 比如说 我就发生过就是 我我们家有生龙子吗 我弟弟呢在我附近 我现在不注意的时候 我拿一个 一个铁毯啊 一个就是一个铁丝啊 插到炉子里 没红啊 我就大窝个儿来了 插那头 我还跟我弟说 你拿它 拿一下 你拿当然就热了 虽然没红它也烫了 一下就烫了 然后我妈 然后我妈做的动作是什么 立刻拿那插进去 热了之后 拿那热的这边 直接就弄到我脸上这儿了 当然没弄严重啊 但是我连我爸爸都说 你这个 惩罚太严重了 但是我妈说 我就让你记住 不要做损然害己的事 但是这种行为 如果在法国发生 现在的话 那我要是 告诉这个法国警察 那我妈妈得承担 警察责任 但是我就是说 传统的教育里 我们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富贵不能医 威武不能区 耿介利得 淡泊明智 或者说这些东西 教育一个孩子 你从小要树立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呢 有时候直接说不行的 有时候是行动的 有时候 古代说 这棍棒下不孝子 有时候需要来两家 像我父亲以前就说 你作为一个男人 站着要像根肚子 躺着像根凉 那八九年 我站着进去 躺着过来了 所以最后她也没法说 我母亲呢 从小就教我 因为他们家 这个上背是这个秀才 上背是 他这个好像是比我 外面又出来 带那个什么 他们家上背是秀才 你真的相信 那些吹牛逼吗 中国人吹的那些 但是我生活 就是接受这些教育 我妈妈就是 就在说 你做人呢 不要做随便一片一辣的 你要做 能够考虑两个人以上的人 我不管 就是说 国去多少那个 中国这个团组教育 培养出多少伪君子 真小人 但是 我从小在一个教育里 他不可能 今天教你怎么去害别人 是吧 啊 这个这些东西呢 对我影响很大的 就是说 善于助人 帮助别人 你包括共产党 教理 但是说 多关心 无保护啊什么的 我真的去啊 就给人家挑水啊 送热送那 这的确是不算的 所以说 共产党 他那个 他那个 文件里面 书里面 他也不直接叫你 就是杀人放火 干完事儿 也没跟你讲 怎么样 完了就是欺负老百姓 也不会这样说的 但是你说 他也叫你 但是说 有一些传统文化的 但是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 你能够学下来 在于加封 加封这么正 你加封 你要是 我刚才就说的这些 中校仁义 理智 啊 就是说 中意啊 这些传统 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但是呢 你在于整体的加封 和社会环境 等你长大了之后 实际上 父母比如经常告诉你 什么话不能说 什么事儿不能做 对对 这个很重要 其实 它是教育当中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跟你讲 尽量少说话 都做事儿 比如说 吃得苦中苦 要升官发财等等 这些东西 这些是有的 必须有 读书的时候 书中自有红金屋 你要想成财吗 自有红金屋 但是我的父母呢 因为他受的这个教育啊 经历呢 比较丰富 我母亲家大教材大地主 我父亲这边呢 一直是商人 就是茶叶商人 就是我的爷爷 什么这样 就是建国市面呢 是那种 还是就往那镇上走 那普通的老百姓可就是 他将 比如说 在我们这边经常 我在泰国都听说过 在国际学校经常呢 这个英国小孩 会邀请那个中国小孩 你到我 你到我家去吧 就是邀请他 挺喜欢吗 大家在几号 父母都在一起交流 在中国这不同 就是除了亲亲家吃饭 在亲亲家说老子 他那玩 那在谁家吃饭呢 明白吗 你老在那 跑人家这家吃饭 在家就不愿意了 然后他妈妈 就可以告诉那小孩 你怎么怎么样 把他知道 明白吗 就是做出这种虚伪的东西 家里吃饺 看人家在门口看着 他又想吃 你又不想给他 你回家去吧 你家里在这做饭 但是呢 就是说 我家有一个传统 当时 我就是到16岁的时候 我妈一批 他得跪上了 明白吗 后来有一次我就说 我已经很大 我不能这样了 后来我父亲 跟我妈探讨很久 从此就不跪了 但是你说那些东西 当时对我来说 我爸也经常说 这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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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看来 这个东西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如果不在家庭里面推行这种 就是人望让你跪着 然后你是作为家庭财产 你知道吗 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比如说是你爹 那基本上就可以代言你 你儿子的事的话 那个爹他就可以 但是有些从某某 另外一些角度 就是说你的父母是怎么做的 就是说 当自己的孩子 儿女在出现危险的时候 或者平时 像我男人在读书的时候 我的父母那就是很亲戚的在工作啊 或者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能看到他工作完之后 另外还做一份工作呀 你能感受到 当时看到他那个 当时三十车的背影 那一刻 你说过去啪 一般是打我豪辈 你也别人说 当天后边怎么红太阳 一般是红太阳 但是 就不会想这些了 就不会想这些了 就说你 正常的中国是你家庭为单位的 那你比小孩 很多父母呢 你跟我的感受不一样 我有两个女儿 我绝不能接受我和我女儿 她是不平等的这种概念 我不能接受 那我同意你 我就是说 我也接受过传统的那样的教育 我在 我知道我父亲母亲 对我的教育是什么样 很传统的中国是 嗯 但是我有一种想法 我绝不能把这东西传承给我的想法 比如说 在法国 你很难看到一个大人去打 还是你的孩子 但是他 还就不应该 对 但是他们是怎么处理 我也观察过 我去过他们家 几个人一起玩的 这小孩实在很淘气 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 第一 法国人就先告诉你 首先认错 首先认错 然后禁足 然后你不认错的 你认错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认错 你还跟人哭哭啼啼的 直接给你的朋友想想想 在那 就是禁足嘛 你就在里边反省 怎么哭也不管 对 你给你几个小时 对 你就最后必须承认错误 这点很坚定的 当然 人家也有民主的那些 就是说 你到时候 你喜欢什么玩具 或者怎么样 带他去玩 人家也有 很注意家庭 我也很注意家庭 但是到18岁的时候 你选择 跟父母在一起住呢 你也可以出去 他就是说 你说这个 他就是说 从心路人前脚 但是中国就是说 我这孩子 我准备给他结婚 给他盖什么房子 那是这 是这套容易 对 但也有一些家庭呢 我也知道 儿孙最有儿孙 一直有 那你不用讲 我跟你讲 中国的文化 它是一句有矛盾性的 嗯 它怎么有一个反向的 一句话 跟它是完全意思相反 但不通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嗯 咱们因为我们两个 主要讨论的是什么样问题 我是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个人 而你的认为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认为这个 仅仅就是中国是制度 我不是说制度 我是说文化有劣质的一部分 有高波的一部分 但也有精华的一部分 不是 您说的精华的那部分 就是刚才您说的什么 怎么说来的那个 嗯 您您说的哪一部分的精华 因为我花了 刚才朋友一直说 就是说你哪里是臭大粪嘛 它就全臭了 但是在农村的时候 把这个人屎啊 马尿啊 什么农粪都弄出来 在一个池子澳一下 上面放点脚灰啊 再放点什么东西 然后有人再和一些灰土 他们一起 挤掺之后 最后它味道就很小了 最后都没有了 都变成非常好的肥料 那发酵 那不是变好 而是发酵 不是 它有一些发酵 但是也要掺拿一些其他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意思是中国的文化 再发酵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 存在有它的合理性 这是法国的萨特说的 哦对对 中国人信仰说存在极合理 没有很多 有人这么说嘛 就有它的合理性 就是完全臭大粪 它也是 如此 我刚才说了中国历史上 当中国比如说圣唐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这些很多原因 但是宋朝都是公认的 当时在人类的 你认为是宋建文明 还是所谓是专制主义的文明 还是那种文明已经发展了很高的高度 或者社会中华文明 或者怎么样 你同样看同时代的 德国 欧洲 对不起 蛮无荒落后 不毛无淫血 是那种状态 我们就是中国人认识的 中国人认识的 首先有这么几件的事情 当然同样跟那些接近的 像古埃及 古印度 宋代人不属于中原的 宋代是沙陀人建立起来的朝廉 我不管谁建立的 我们看的是他整体文化的综合 你哪里是一个法国人跟他建立的宋朝 但是对不起文化是什么 那我给你补及一个对应知识吧 我就讲一个对应知识 宋代 我们经常说宋代非常好 宋代的家定连接 是正好对应什么时间呢 对应的是英国大宪章 你去查一下 这两个是对应的 两个是同时代的事 大宪章的时候怎么会同时代的 你自己查一下 八百多年前正好是英国大宪章 那个时候宋代知道吗 这两件事情是对上的 这个时间我还在考试 对对对的 有空你就查一下 你看是不是有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还在搞宋代的时候 搞理学的时候 英国已经出现了大宪章要限制王权了 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 但中国人说我们不记得 2600年前西纳已经出现了城邦民主 今天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否认那是民主 2600年前在干什么呀 孔子那个时候正好在周游之后 正在鲁国在寻求他一个什么呀 寻求个大司空的职务 然后呢编撰这个诗 叫诗书子集吧 是吧是吧等等之类的 那编撰这些东西 包括建立整套的儒家的这些价值观体系 其实儒家价值观大家都知道他干什么 他就是为了一个是补助君主 等等之类的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 通俗的今天的话两个证 总结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装逼与当官 装逼和当官这两件事情 他其实合而为一 他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重要当官 主要的他的方法就是装逼 说尽量大的大话 但是你现在以什么样一个角度才看古文呢 是站在当时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呢 还是还是从现在的角度 那孔子那个时代 两千六百年前西纳已经城邦民主了 这把火直接点燃了全世界 知道吗 他没有点燃事 你城邦民主遍地是奴隶 你城邦民主的话 你只是你规定谁是平民 奴隶制度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没结束 就说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中国人很智慧的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奴隶制度 这只是那么一说 和真实的奴隶还是有区别 你不能说你完全用奴隶制来去形容 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 我完全同意 奴隶制是什么一种状态啊 奴隶的一种各方面的条件 那和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那奴隶和奴隶它是有发展的 你知道吗 过去的奴隶可能你什么权利 如果按照你这么一说的话 当时他也能往前发展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哪里 自由世界的人也是基前的奴隶 或者也是这个政权的某些角度上的奴隶 从此起码当时做到了一点 他把这个教育给频密化了 当时在西方 你那些普通的那个农奴 或者是高原主的那下边人 你那有机会接受教育啊 自由面相有教育 但是这个也是错的 而且你连那教堂 这个也是错的 我们是很清楚的 一所寓言 一所寓言 一所他本身就是奴隶 知道吗 一所寓言 他本身一所寓言 我们不要讲这个个例 他也进行了这个基层的一种教育 我们不要讲这个个例 孔子是制度性的 孔子他本身就属于个例 孔子人这个例 他在整个社会达到了一种主题性 他不是说我自己跟这玩啊 对不对 孔子他教育 孔子人的话 他已经把这个教育 补及到奴隶 你刚才有一些 应该有一个重新的了解 在这个人民大学历史系啊 有几个教授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到这个土地啊 就是现在洪南那地方 都发现一土物 这里边泡了全上水 很多东西给倒了 没什么真东西 后来他们在往下发掘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什么呢 论语的主简 还有很多早期的那些书的主简 明白吗 这就算从他那上面写的 还转书嘛 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说他超错了吧 说怎么和现在的论语不一样啊 比如说 他上面写是 夫以西护为纲 夫以子护为纲 然后这个 君以臣护为纲 他上面 人说这不对啊 夫以臣护为纲 原来是不对的 他现在就对的 这东西我也不知道 他真的讲 就是说 就是说从考古学说 这是最早看见的 因为洪子很多话 是后人记录的 湖南那个地方 是属于蜀 蜀 蜀的话 成为女国的这个内容 他拿到的 那时候已经 洪子的时代的很多思想 以前在传播了 当然他不只有 洪子的这些固件 还有记录的其他的 包括《道德经》也一样 包括《道德经》 就是《孔子语录》 包括《道德经》的话 他这记载有些地方 也与这个 现在《道德经》上不一样 但是这明明是一刀都刻出来的 我办这 那么 你是不是说明这件事 我想说 不是说什么 比如说 有些人在不断的传扬 比如洪子的思想 比如到宿明理学 到董叔叔这儿的时候 就好像比军权神少了 就变成有人有争议了 最早的初见 那是什么呢 是一种双方的 不是说 就是说你做爸爸有做爸的样子 做儿子有儿子的样子 做老朋友做老子的样子 你做 臣子有臣子的样子 做君王有君王的样子 就按照他那是这样解释的 到现在是 君教臣死臣不能不死 就说这整个演化过程 这快没电 对 你演化那过程 跟孔子没有关系 知道吗 可能孔子以前说的是这个意思 如果孔子真正能够 如你讲话 又有卑鄙小人之心 去投官僚士 身之力的话 他怎么到最后 也没发展起来 OK 所有的封建王朝 都是什么兵家都在天下 法家治天下 到最后怎么着 用儒家装俭一下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正好切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人很传统的认为 我们的祖宗 他们做得比我们好 我们最好的东西叫什么 要宗传的 他们在那个时代 不但比我做得好 比同时代 对对对对 你这个非常中国话 就是在西方人 一般我们是否定前人 但是按照现在的民主理念来说 那你去评价的话 这个很明显 历史要站在那个历史的那个阶段 那个平台上去看的时候 不是 但是你拔的这个位置 就超脱历史了 就是今天仍然不如那个时候 那孔子原来写的那个东西 不是今天这个内容 是比这个要高升很不对的 这个孔子有时候在回想周朝的时候 门无庇护 路不迟疑 人人之间都懂得理的时候 他在看春秋战国 现在的这个人心 对 看到人心的这个局面 他说大道隐末 世俗连乐 他说大道隐末了 我也完了 那时候他觉得 这现在已经民风不谷吗 我这个店不多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 我们的传统最致命的 其实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宗那个时候 做得特别对 特别好 我们最想的是什么 回到我们祖宗那个时代 而不是像美国人 你看美国人拍的电影 都是未来 都是高科技 都是没编没记的宇宙 但是中国人总也在想 我们回到炎黄 炎黄那个时代 回到大唐盛世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 我们在历史上 始终有反新复鸣这条路 今天我们说共产党话 但是我们仅仅就是想 反新复鸣 前代说要搞专制 是什么共产党老时候回来 我现在就 活在专制时代嘛 说专制也好 咱们就合到那 那清朝的时候 和宋朝的时候 你从那专制好 人家起码觉得 我不觉得 这家是他们家的 总比共产党专制好 我不觉得 真不觉得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国家 你战争就算了 就崩批了 当你这战争结束了 马放蓝山刀枪入处的时候 他在和平时期 你折腾老百姓 折腾民众 人家都羞生养习 唐代不折腾民众 你会有 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非常大的 不会像你说的这种计则 人家起码呢 有圣誓有其他 这身的气体能不断的修正 首先一件事 我能把这个纯述一下 就是 中国的历史是假的 里面的东西都是写的假的 并不是真实的 知道吗 我们今天就是 只能靠想象 说这大唐怎么样 其实呢不是真的 并不是真实 那您怎么相信 比如批判大唐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认为那又是真实的 就打个比方 最基本的是 唐朝皇帝 到底是什么民族 中国人不说 他啥民族 无所谓 怎么叫无所谓 你说经过几次民族大融合 对 这我也没说 你一定要什么大汉民族 大中华民族 就是生活这片土地上 哪一片土地上的人 他当然有 你会有什么士族 姓张的 姜王李赵的 他都有家谱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再回到这个 你说血缘 这里有没有这个血缘的重合 那当然会有啊 很重要 这个本身它是一个细节的 非常重要的细节 也就是我们如果不是大一统的 我觉得问题好解决 但我们现在是讲大一统 我想讲的是什么样 中国的历史 你把整个翻开 会发现它有什么主线的 它就是专制 是传统主线 这个东西 每一个朝代 他都最后走来 觉得专制是最后的 它分两部分 一个是封建主义的 第二部分是专制主义的 中国的封建主义的话 其以后是专制吗 在周代之前有封建 周代之后的是中央集权式 其以后是中央集权式 它都是专制 而这个专制它的时间特别长 所以它的共性就是专制 公管那只扎辫子 还是输入发机在上面 都专制 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不能够说 中国的这个专制 是中国传统的其中一部分 这到底伤害倒是 我说是中国文化中 遭过的很重要的核心部分 那 但你不能说 是中国所有文化中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 说的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 你这个既然是你专制 是一直是传统 那么我们就找这个规律 这个叫必然规律 中国历史到现在位置 一直是专制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研究这个规律 我们来找 为什么这个片统计 它那么容易产生专制 你怎么找原本 对不对 你不管是共产主义专制 还是他妈的王朝专制 还是极权的什么奴隶制专制 他们都是专制 你今天仅仅就是说 我这个度数不一样 我觉得是共产主义 我不太共产党的是专制 老子不太喜欢 可是全世界很多共产党 法国有法共 美国有美国 加拿大有加工 但是他们都不一样 有人跟我说 你看那些西方政党 西方的这个共产党 他们不是中国的这种 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 一党一党专制 我要告诉你 所有的政党都有一个特点 不管是哪一个的政党 共产党也好 还是什么民主党也好 他都希望长期执政 这是他的特点 知道吗 并没有谁放弃长期执政 仅仅就是看那个地方的文化 如果这个地方 他的文化 他不能接受之后 你可以长期执政 专制 那么你肯定是 随时被管转转下来 你只能短期执政 所以我们就看到 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非常正常 他总是民主党执政一段时间 就把他赶下去了 让共和党上 他非常成熟的这种政治落实 而在有的国家 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 到那去都能够很顺利的 然后变成继权 变成专制 但是你要纵观一下历史事实 包括法国 俄罗斯 还有其他许多国家 在民主共和建立的时候 专制复辟就是反复 而在民主共和和专制复辟是反复较量 有时候最终一部分 一路共和取得胜利了 他也是列治国 比如说俄罗斯 他整体文化这个教育水平不是不高的 俄罗斯文化绝对比中国文化优秀 对 俄罗斯竟然用了七十年 但是他还是列治国 从民主共和第一个旗帜出来之后 到后来被列宁给干了 过了七十年 又重新飘落在克里姆里夫 到法国也一样 法国通过大革命几次 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成功取来 法国要比俄罗斯还强一强 要强一强 他也经过了一段 你知道就是 当罗斯匹尔他们建立这共和国那时候 那些贵族就硕士农民啊 拉着横幅 我们岂能没有贵族啊 也这样从这各地来围剿这个所谓共和国啊 这是同样化 这和1989年的时候 我们在天皇上 为中华民族抗议几乎的时候 北京七个县城的郊区农民 因为一家给几袋化肥也拉着风俗 还我天文广场 这是从某些角度 这是无比的一致力 不过一个发生在两百多年前 一个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后 这是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有人说 比如说中国人素质差 是 但是在1989年的时候 中国人也没强多少 但是呢 那时候比如说89年 许多到了北京的人都能感受到 北京人是 以前到处死人 那一天是特别团结 小偷也罢偷了 然后所有人齐齐一致支持学生 然后到最后这个军车来了 北京市民多有啊 日本人来也投降了 军犯来也投降了 所以他其实欢迎了 解放大军来也欢迎了 只有这一次 他说我们这次 今天我们人在镇尼在 我就把你结这儿 最后牺牲了更多的是北京市民 抓起更多的北京工人 有人说是一万多 有人三万多 对啊 就是说怎么那一刻 这个北京市民素质 咋就提高了呢 所以说 这里呢就是说 有综合的 有大的历史潮流 大的历史环境决定的 当然说你说这个 这之后北京人 好像又赶紧给监部队 单身互相去了 又赶紧给送去了 连监部队都生气说 这北京人是什么 新独手可能转化快啊 你转化不是敌人找不到 要不然挨家超乎抓去呢 你知道吧 但是就是说 有时候这个素质啊 还有国民性啊 它是综合的 也是可以被转化的 我不是素质呢 我还是讲一遍 我不是素质呢 我一直认为是文化劣质的 素质这东西啊 没办法 说是你你你你吐口谈 素质高嘛 有人你也吐他也很 第二个 就是一个 底层老百姓 绝大多数人是趋利避害的 而且包括法国人看 眼前里有能骗人力 我才给你干的 不见着利遇 跟你干嘛去 对不对 你今天一反对党 我给你干 啪 马克隆给你上去了 过两天我已经是你发言人 对不对 你跟我告诉我 没希望 很多以前都是共和党的 甚至其他的左派党的 最后一看 马克隆这么厉害 我转身全都放在马克隆 我全是中间派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他转化很快 但是中国的事我很清楚 我听共和里有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价值观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可能在那国家转变也没什么风险 左派变成右派 或者变成中间派 这些都有互相转化 其实呢我就想讲一件事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不知道别人 我是个中国的极有益人士 我认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中国的文化它是劣质的 但并不是表示你吃饺子不可以 也不是表示你不可以过年 也不是表示你不可以用中国吃 吃饺子是一种团圆 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家庭的 那种家庭观念啊 你知道它不是简单吃饺子吗 我仅仅真正反对的呢 是认为呢 中国的文化当中的制度文化 和它的价值观体系 它是一部分 它的哪一部分 制度性的 一些落后弊端的 甚至进步人思想的 而且制度性的这种 价值观的有些东西渗透到家庭 然后对家庭的孩子 早期的这种教育 也都产生影响 是那么这帮孩子 本来天不跨地不跨 我们那一批正好赶上改革开放 正好是可以在校园里 可以搞个什么这个民主插笼 大家启蒙 还有一个就是 共产党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有这种真的 有很多人有这种真的 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今天的中国 包括中国人所谓中国人素质低 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等等之类的 它是始作俑者 就是它它是源头 我的观点正好是相反 我认为它不是它正好是一个结果 是什么结果呢 中国的文化 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专制 我们找到它共性 它都专制 那就说明过去的时候 我们有支持专制的这种东西 支撑着它 今天仍然这种东西还在不在呢 还仍然在 因为中国专制还在 说明支撑它在 我们介绍体理是这样的 它仍然在 那我们找来找去找来发现什么 我们不能讲人种 因为讲人种的话 因为中国人的智力 还是大脑切剥也好 等等之类的 我们可以发现 跟现代人的话 跟西方人的话 它差距不大 脑容量一样 甚至我们有可能脑容量比它更高 我外面还粗不一点 对对对 ok 那这个问题它就不存在了 那我们再找到底什么 那就是软件 那么就是文化嘛 不就是文化这种东西嘛 价值观嘛 你的大脑里面运行的 那个软件是什么东西 软件是有问题的 那么古代的中国人 和今天的中国人 运行的软件是一样的 我们就认为中国的文化 它是个土壤 而且一直没有改变 它是支撑这个专制的一个土壤 那么支撑的结果是什么呢 产生了就是中国人 因为文化之下 它产生的就是民性 鲁迅那个时代的民性 跟今天的民性 它是一回事 一模一样 看他的表情也一样 拍下的照片也是一样 那就说明这些东西 就是一回事了 一个东西看上去 像鸭子 走路像鸭子 叫声也像鸭子 它不就是鸭子吗 最后的结果 我们再一看 古代的那些精英阶层 朝廷里面的那些官员 当官的 你看那个仕途当官的 过去哪样 怎么样递条子 跟人说话 完了是官官相互等等之类 跟今天共产党一样 那就八千万共产党人 它是个谷 它在接触这个谷 而这个谷 那同时呢 你维护这个土壤 加上这个体制 这个文化 全都维护 那么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共产党它是接这个谷 马斯说啊 自己 我自己不是马斯主义者 但是 马斯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 他们还 特别恩格斯 把其中的一部分 都马斯想拿他们互相研究的 叫资本主义的异化 他就说 我们这一套东西 在欧洲没有成功 希望西班牙能以第五宗罪 最终都没成功 这个 法国也没有成功 他说 但是 他们观察 我们在哪能成功呢 在亚洲 特别是共亡 另外一个实际上的共性 也就是说 这共产主义其中宣传这个暴力 武装暴力 和中国历史上的 所谓的就是这个农民企业 大同嘛 他不是大同 中国人追求大同 但是一直以来 什么叫大同 叫军兵部共天下 这是大同的内核 你认为大同是军兵部 这个 对对你去看一看这个 这个谁写的书 他大同 大同 大同书 是由是这个 等封卫军兵部 康 康勇也写的 就是他里面内核 你看完之后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化的 不是你都是可以说 大同世界是人类一个梦想 如果真的还是这样 不错 包括中华民国的国家 但是 但是前提有一个方法 你啥 拿啥方式 毛泽东是通过砍人头 民国的时候 还一直没用在这 民国也不是不砍人头 没少砍 是砍 砍的是共产党的人头 那砍共产党的人头 也是人头吧 我们就说人头的是 因为共产党你一开始就是砍人头 明白不明白 这个有点有点假的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人家说 那我就砍国民党人头 那他不只是砍国民党的 那你要这样理解的话 国民党的那个时候 也不只是砍共产党 还砍大清朝满族人的人头 也砍 也砍那个汪精卫政府的那些人头 也枪毙了一万多的汉奸 这个也不是共产党 还是说 因为人家还是和平交接政权的 在个别有些地区 发生一些剿灭情要 那当然差很多 什么在山东啊 那个发生的那个满城啊 满围子里等是发生 是有些地方发生 但总体这个社会 社会当时的民国付出这个 和满清的结束和民国建立 当时付出代价是最小的 在人类在中国整个历史 这个所谓的政权的这个变化 付出最小的 中北到南 还杀了不少满人都知道了 这是一定会有的 比如说历史上结决仇恨 但总体来说 包括当时这个北洋政府 还是当时的北京政府 是不鼓励这件事情的 而且还是控制了局面的 因为人家是什么 肃毅皇后啪啪啪啪一弄 人是组终让权的 你没有理由这么干了 不让权的话 那满东西人组终让权 是不是还得干一干啊 对不对 第二一点就是说 你刚才提到这个 另外一种 就是说汉奸那个 你看法国人总统 包括其他的那些 你这个那点 那像五毛 五毛就是人家也吃屎 咱就吃点屎 这也不是吃屎 就是说在对付汉奸这个方式上 当时很多人就认为 蒋介石你诉求不义 那要的今天的话 我就是汉奸 以前的汉奸 然后你赚选 你没有实施 你也没有给谁造成伤害 你只是思想上的一些观点 那我肯定会做 你知道 但你做的时候 中国分裂 是我最高兴的 中国如果能被托管 也就是殖民情势 嗯 分成多少块 我的高兴 现在关键 真的有人能够托管吗 第二个 分裂 能分裂成什么样 这很难说 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何久必分 这都很难 很难说的 知道吗 当然我们为什么说 现在目前中国要如果说 发生分裂 中国个人我希望能够 还有一个统合的状态 就是说 人民的素质到这种 当有一天 民主化之后 各个民族的问题 然后汉民自身那些问题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在争一条合作水 双合都打死几十人 当一个国家 没有在一个相对 强烈的状态下 能不能使民主 发生和平的过渡 这个我们两个很大不 不发生和平的过渡 我是认为政府 它是不重要的 你在不重要的时候 在中国发生大的社会转型 会过渡的时候 没有 没有 你知道吗 你现在那个问题就是用法治来讲 法治当然好 你没有用强力的机器 来控制那个局面 你的法治算个屁 下次就是 谁的刀用 谁的枪用 你知道三权分裂吗 你那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所有的三权分裂 法国大革命组 都不是都干过吗 制度定了 到最后谁拿着枪 谁掌握了军队 日本为什么过渡那么好 历史上日本分成了几百个国家 后来形成强有强有强力的幕府 到最后怎么样 但是不是因为日本 因为美国在这儿了 美国什么 在空事实践 在空事里 美国这里后来了 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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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之后直接被干掉 七年的时间把日本变成了脱胎 对啊 这种脱胎 为什么直接被干扮 干扶 然后我现在要给你变成美国的模式 还保存着你日本的一部分 你说话 什么文化 但是你不能影响这个制度 制度上完全有其他大事 那如果你想知道 当时把天皇光一枪得毙了 你知道当时 日本的共产党还能够强大呢 日本的共产党得上来了 要竞选日本 二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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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控啊 所以获得百分之四五十支持 法控就说 别唱你妈大哥乐 你再打一打 法国游戏战 真正的战场 直接跟德国人干的 是我 是我们 我们现在多少 你别以为是 我四十万人的 拿着枪子 后来他就问斯大林 我们武装起义干了他 他说斯大林说 我们这也要打求定 什么类的 我不能支持你 你做这个 因为这行业还在这儿呢 说你们最好 就放下武器拿选票吧 拿选票他也获得百分之四十几 然后最好的 一个法国习近 当了副民族 然后后来 在民主的选票发展过程当中 那很多也看到了 你这 社会党又分出来 分出来一个社会党 现在还有法共 不是社会党 有八个党 就是全分出来 还有脱派呢 现在还有脱派呢 有有有有 共产党的脱派 脱了司机派 脱了司机派 脱派 那你脱派说 你看他写的那个第五国际每月一期啊 天天骂中共 你说你哪里呢 他妈的欺负工人 欺负老百姓 欺负学生 啊 他中国那些 广东的工人 他们秘密怎么认过来 我培训你们 公会的力量 看看我们的邮箱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反共这话 我觉得也是有差处的 因为全世界还有很多正常的正常的政党 但是我们真正反专制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你也反专制 那OK 正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一块谈 对 对 我们可以观念完全不一致 我是右翼 而且呢非常极右的去右翼 我一直讲吧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不可以谈 包括我对中国文化有异议 我只是认为中国主国派是完全主力全反的 但是中国要把你说成右派的话 就是你这中国或把这些人说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的都称为右派 对 但这帮人一到法国发现他们全是法国的左派 那我肯定不肯当成 奇怪了 对吧 就是咱俩争议最多的 比如说社会独立制度和其他的 法国人也在反思 也在提这个问题 知道吗 但是因为什么呢 他已形成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而且法国人绝大纳粹 大部分纳粹是法国人 不是这些移民 他也知道这些人 什么骗劳保 骗这个 欧洲的纳粹主义这种东西 纳粹 纳粹 不是纳粹 我就说纳粹主义 包括德国人搞纳粹主义 其实英国人法国人都搞过纳粹 都做过 这种东西嘛 也就是现在欧洲人他知道他在压制这个东西 他不允许你出院 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非常难压制的东西 属于传统内容 知道吗 就像中国专制 中国专制也是传统内容 你想压制他很难的 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东西 你打个比方 没有了专制 那咱们怎么升官发财光宗要做 这就是中国人一种感觉 就是我 那我怎么升官发财光宗 问题就来了 我怎么做人上人呢 我吃那么多苦怎么做人上人 我总理 因为这个东西 吃得苦中苦放为人上人 等等之类的 身官发财 到光宗要做做人上人 这是人 中国人的这个核心价值观 那拥有这个核心价值观 就必须在一个专制体系之下 那我想跟你交流的呢 就是说这个不只在中国 在西方也一样啊 他也希望自己的仕途啊 或者说自己未来的工作的这个 选择性啊更多一些 有更好的对自己的未来 所以说在法国也一样呢 你要必须要读好的学校 大哥 比如说你要成为总统 大哥我一直没说泰国 因为我在这里想过 但是你在法国上 我们两个 但我说成熟民主国家 比如在法国你要想成为总统 法国并不是最优秀的 那我如果说的话 可以拿来更多的 但是在法国政治来说 成为总统的话 必须要是进入法国的高等政治学院 或者其他那种总统的摇览 美国也一样 有几个出名的大学是总统的摇览 在那里你不但学习会提高 政治人脉各方面也会有一个增长 那你要是搞经济的话 麦克隆就这样了 那就是法国很著名的高等经济学院 那不是普通的人进去的 你学习很好 人家各综合考量给你进去 进去全是精英 通路学校某路毕业出来 必须多少钱 这规定的 你要别雇佣 雇佣就得比如说 各个数起上 就是这样的 它是需要的 国历史上 它还有贵族 贵族精神 在法国人身上还是有 有很多中国人说 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贵族精神 周代 周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公子之类 有很多人 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不存在对于古人的那种幻想当中 然后我们幻想出来的那种古人的样子 然后把它做为一个互相标准 因为我们没办法出现那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几件事实啊 就像我反复说的那个 中国古代都是专制的 它叫事实 因为你不能否认它 它存在 知道吗 你和我都不能否认 中国古代是专制的 今天的中国也是专制的 你可能跟我讲 专制和专制有不同 那个时候就优良的专制 包括唐朝的时候 那个专制多好 但是我们的人是存在想象 我们就是说 它的贡献是专制 唐代专制 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专制 它仍然是专制 我们就拿专制来说 但程度有不同 程度有没有不同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共产党是把专制集大成 那我想 它如果作为一种文化 它发展的一定是 它会被加强 你如果是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 被得到加强的话 这个社会整体上 都在追求自由主义 和个人主义 那么一定得出来 它最后的自由主义 是具有这个突出性的自由主义 中国历史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 有一段 明会有一段很短 对对 我们今天就很多学术的人来讨论 就是说一个是春秋 春秋六国时期 因为它国家是分裂的 对 第二是北洋时期 近代的北洋时期 因为国际大环境 对它的有优势 然后国家是相对的 这个分 就绝对的分裂和相对的统一当中 对 没有哪个权力得到 就制高不上 互相之间都有制约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人开始变得思想活跃 开始拥有那个自由的思想 开始那个时候 就说我们德先生赛先生 可以提了 但是我们到今天为止 那个时间也就是稍重计时 十几年的时间 稍重计时就没了 因此它是一个什么呀 今天的中国历史更加充分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中国的实质 它的文化追求的实质是在这里面 嗯 嗯 你我到今天为止 你要不要张剑 你是属于民族 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这么一个人 对中华民族 他肯定是骄傲 非常骄傲 因为过去非常有激情 有批评有骄傲 啊 这个就很难得了 因为我最开始我四年前跟你有 四年前了 四五年前 在精华部分是骄傲的 在招播部分 当然我也是 其实我对你很大的一个矛盾 就是怎么样 其实我不知道中国精华部分在哪 嗯 我反复找不到 因为是精华部分被拿出来 一剖析它之后 然后一解构它之后 发现它仍然的糟糕 但是我个人算是实践过 也许很多 我再跟你讲 就是说 继承中国文化是精华的不多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然后软于实践呢 又少是甚少 那对对 还有一个事实 必须要想想 但是继承招播的那是 随处可见 对对对 谁忽然感觉 全国人民全那么乐得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来研究什么精华 还是招播 我们有一个问题没有把它讲明白 就是专制也好民主也好 都可以创造璀璨的经济成绩 知道吗 都可以 唐代是专制的 他仍然能创造璀璨的经济 中国共产党是专制的 他也可以创造璀璨的经济 经济会非常高度 OK的 这个不影响 也就是说 专制与否 跟经济的成果 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跟文化有关系 跟文化有关系 但是我们却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种标准 作为一种标准 我不认为唐朝我是说 他的经济多发展 他经济很发展 但是最主要 唐朝的他整体的文明 他不但影响中国 而且向西方扩展 那今天的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 已经影响到非洲了 但是唐的文明呢 是人家西方自觉接受的 你中国的专制文化 那特不 是在中国的史书上是这样写的 他并不是这个事实 因为唐朝 你都翻下唐朝的历史 一直打 打到西域 打这个突厥 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他怎么样可以 他并不是你 而且他的自从之路 一定要维持好 对吧 那是一定的 他实实上是一种输出 是一种输出 强制性输出 也谈不着强制 唐朝瓷器 但是西方还没有呢 如果当时唐朝打高居立 就是今天的朝鲜 是吧 就是朝鲜那不服 不服就跟他打 结果打输了 唐 大唐的部队输了 输了 最后人家完了之后 挺文明的就说 那我要纪念你 你说你都对了 这很多的事实表明 唐代的时候 他也是有强权性 他专制体系肯定是存在 而且 当然得有强权 那个时代 信是如此 比如说 你看那商君书 他说的这个 把人变成弱民啊 那你知道唐朝对应的西方是来的 是来的 是什么是来的 你有罗马 那你看罗马 你仔细一看 罗马帝国 还没分裂成十个国家的时候 我亲自就去了他们那些地区了 不是像想象的那么那么大 他是把人也画 分成三六九等 那是很清楚的 他仍然是一个联邦 但不合这个词 大联邦 在中文里 是不是比他出现还早 早 对啊 就是说你自己看 共和这个词不合 你是从日本 共和这个词 是日本人翻译给中国人 是日本翻译的 对 我们没有这个词汇 日本人学习了西方之后呢 他发明了很多词汇 我们今天说话 说中国话 其实是日式中国话 他的很多词汇 并不来自于中国 但是中国商朝的时候 出现不合这个词 但是这叫什么什么功 和什么功啊 那个二公怎么说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在法国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 就是中国的社与慧 社和慧 这很早说 还是日本词 社会是日本词 你从甲骨文理就有那社 但是不叫社会 那日本人发明了社会 科学 社会 物理 这些都是日本人发明 你这个社会 说这个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词 包括民主 民主都是日本人当时 是翻译出来的 就是但是 我这个有可能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从中国这个古老的历史里 就有社长 会长 会长是一个行业里 德州旺盟 大家推举的 社长是一个宗族里 也外德州旺盟 大家推举出来 不是谁认命的 是大家推举 有民主的 选举是吧 那当然也选举 所以说现在你共川 不是那个乌坎那事件 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宗族社长 那好像大姓家族在这上面 一决定 那干 就号召力嘛 他有民间的这种 就是说 中国的民间社会 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性的 这种靠社长 会长维持一个行业的 维持一个宗族的 家族的 这个比当时的有比 一些所谓的专制社会 对 要强多 那今天中国社会 都不同 然后现在社会 都用小小真心罪 都控制你们家门口 那就是你这种状态 你提醒我 我想问的问题 我找到好几天就想问你 巴黎的唐人街 更像中国还是像什么 像中国 也就是不太像法国 法国的那套东西 在唐人街 其实运行不起来 你吃东西怎么都像中国 不不 我就说是制度 哪个比方 选票啊 还有法律啊 怎么执行的 以前华人是不关心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它还是很像中国社会 应该说 华人在一代 二代 甚至二代半 基本上就是 还是中国那套 你表述的非常非常非常精确 就还是那一套 是中国人那一套 也就是说 今天你有一个最基本的理由 就是告诉你 唐人街那一块 虽然是在法国 但是法国的制度 并没有把它改变成 变成法国 没有 它仍然是属于在中国 原来我们说 这个法国警察 在处理 还一些案件的时候 他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哪不会中文的一些法国警察 我也没法进入你的社群 我调查要多方面调查吧 就是你们这个都是 多人说 这是跟我没关系 或者你们就是 不去配合 但是你要是 一个族群里的人 他会 这温柔什么 他们会彼此说一些事 我接那么给你讲 另外 没有 我就是说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三代 那就是从小里 就是在法国那 从 生在法国 我就天天吃了起司 吃那个面包 吃了牛腿长大的 可送 再长大了之后 就下午茶 他不想让你说 他是中国人 OK 因为他已经是法国人的概念了 就黄皮 白心了 对对对 香蕉人 但是你见到他 你说 这中国小孩 No 我不是中国人 所以那一刻 让你咯噔一下 要我一点咯噔 不是 就是让有一点 中国情怀人 会咯噔一下 我没有中国情怀 你看我想 不能说的话 问题是人家那两句话 还用中国帐篷 可能就会说那句话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法国人 OK 再往下 我讲完 就是 其中我们有很多人 有个节目 就是制度如果改变了 人就会改变 但是事实上 通过全世界的 包括泰国的华人唐人街 都说明了一件事 制度虽然改变了 还是法国的制度 或者泰国的制度 但是那里唐人街 仍然视为中国 没有改变什么 我说的是需要时间 那已经很长时间了 美国的唐人街 它拥有 已经200天了 那总是 法国的巴黎的唐人街 也有200天了 总是有新移民 老移民 知道吗 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是老在那个氛围 因为西移民 所以我说那个 那我不是中国人的这些华人来说 已经离开他了 都不愿意跟他父母做同样事 说这饭店做多大 我不愿意去 你们自己外 我宁愿自己打一份工 然后我去有个假期 OK 我不会跟你说 我觉得挺好 非常好 因为他是自由思想 你知道吗 他们这群人也没法跟中国人说话了 就同样的 完全中国思想人说话了 对 你这是明白了吗 其实那个 已经新生出来的那些 所谓的香蕉人 他不再是中国人 他的价值观 跟他的父母型 或者是爷爷男人 他已经不一样 而且会发生正常 这个价值观 新的价值观的这些人 他们已经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需要中国人将来成为什么 就是成为那个 那个已经抛弃的中国人 价值观已经变成新了 中国没有关系 对啊 为什么要中国 他跟中国没有关系 我不需要中国 我需要自己 我需要宪政 所以那个人 跟中国没有关系了 那不是挺好吗 我觉得OK啊 点赞非常好啊 应该所有的中国人将来都能变成的 但是他经过一个什么过程 这么去一个地方 无论从饮食 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没有在接触中国的任何东西 而且从 而且从婴儿开始 婴儿就在托儿所 所以证明我说的那个话 这里还有一个前提 人种论并不存在 素质 人种素质并不存在 但文化优劣论完全存在 因为那个孙子跟他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都不一样 他不能接受他的价值观了 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法国人 或真正的美国人 或者真正的某一种 那你这一个前提 而整个中国你想要变成的 前提是你啊 就像那种环境 就是撤离 脱离开中国所有的这些文化 哪个生活方式 包括家庭的方式 因为他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们翻译过那些孩子 这就是训练 为什么闹啊 不是 他在上幼儿班的时候 小孩的时候 父母都在玩这个工作 然后找那些人 还不是温州人 可能是个东北人 也不会说那么话 可能说那么几句还是中文 再稍微长大一点 就直接从幼儿班到大学 全都跟法国人在一起 他父母就每天接受 他父母每天在那儿 也说几句法国人 还是能沟通的 等到真正长大了 十几岁的时候 他觉得我 都不会说中文了 我包括在这个国家 我都不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 赶紧跟他们住在一起 赶紧出中国学校 如果我去美国或者法国 去任何国家 我都不会跟中国人在一起 所以说你这个 你这个就是刘老波说的 殖民三百年 但是长了点 大概意思是这样 三百年可能都不够 那你 比如说你去台湾的时候 发现台湾人为什么不一样 日本统治五十年 那很重要的不是 对对对对 那当然有许多人 他对日本 还有荷兰 荷兰统治了很长时间 也统治一段 但是真正的日本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非常大 他把所有反抗者全干掉 上下的 那倒是要 我知道 我这个我这后上 有一个专门台湾人 他曾经说 你可以起完这儿可以走 你留下的必须服从他 那留下后来有一个人服从了 后来还要反抗了 就是这样嘛 那么 剩下的就是服从日本 日本对台湾的就是 普尔摩萨的这个 控制的 他其实是非常 一个粗烈的 他并没有实行就是 军国主义 或者怎么样对他进行控制 不是 他多数是他自己的族群之间 互相之间的承杀 他开始是想实行军国主义 后来发现可厉害 做到 日本人将这个台湾的原住民称 这边有水了 我就快没电了 今天这样 今天就聊到这儿 完了之后 我想把这个到时候整理一下 可以的话到时候完了 从你那里给转一下 请不吝点赞 再发来 谢谢大家